音乐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光滑的数位印刷展示中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印刷设备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见得到摸得到的 然后也受限于我们一般办公室的营业时间 我们只能提供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这种服务 那我们为了能够致力提高更好的这种服务品质 所以我们设立了光滑的这个展示中心 那这个展示中心呢 我们大概准备了20几款的设备 同时间呢我们也在这个地点呢 举办一些DIY的课程 让消费者呢跟这个创业者呢 能够在这个地方尽情享受数位印刷设备 对生活带来的改变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地点呢 我们也提供了马克杯的印刷 还有包含无光滑印刷 团体服的印刷 购物袋的印刷等等等等 在这个地方我们都会一一实现 让我们的消费者在现场的时候呢 就能够体验到这样子的服务 那光滑商场有一个特点 全台湾最有名的这个电子集散的一个地点 就是在台北的这个光滑商场 这个八德商圈 那我们在这边成立也是象征的一个意义 就是让我们的数位印刷设备 能够走入大家的生活当中 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地点 我们每天的服务时间是 早上10点到晚上9点 每个月呢 只有在最后一周的周二会休假 那在这里我们提供哪些服务呢 首先我们在这边会提供设计师的服务 我们在各位创业者最害怕的一件事 就可能我在购买机之前 可能我的操作是有困难的 可能我没办法达到我的目标 可能我想要做的印刷设备的技巧 我是不清楚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到我们光滑的展示中心 跟我们的顾问预约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先进行在您购买设备之前的体验 能够让数位印刷设备走入大家的生活当中 就是一生目前我们致力 想要提供给所有人的服务 并且提高我们的服务品质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周六日休息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光滑 数位印刷中心的这个展示中心 来了解更多的数位印刷对生活带来的改变 益胜公司呢成立于民国87年 到今年已经是第23年了 在这23年来 我们从电脑公司转型到了这个数位印刷的这个设备的供应商 同时间呢我们目前呢也应该是台湾销售乐转应机器为数比较多的一个供应商 那我们致力于呢提供消费者或我们的客户在创业或是学校在做这种数位发展的时候 透过这样子数位的印刷设备来进行企业的转型 增加他们的附加价值 提高他们的社会竞争力 在这个现在这个景气下面 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数位印刷的机器呢 能够提供很多少量多样化的开创这个数位生活 像我们身上穿的衣服 裤子 甚至是手机壳 每天用到的这些民生必需品 也经常都是透过这样的数位印刷技术来达到这种可变多样化的这个设计 特别是针对现代人求新求变 大家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跟人家与众不同的这种数位的这种3C产品 我们也透过了我们的印刷机实现了印制 不管是在无框化 手机壳 甚至我们印制我们的个性化T恤 团体服 这都在在地展现出我们一生 在市场上提供这样的数位印刷的设备 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 一生除了在我们在大陆的工厂 有生产了一些这种数位印刷机 在国内我们称为iPad的数位UV直噴机 包含纺织印刷机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跟日本的一些厂商合作 例如包含了爱卜生 Lorraine 乐兰 我们也经销他们的一些部分的商品 原因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客户他们的需求是多变的 我们可能有些客户他需要的是比较精巧型的设备 而我们正好弥补了iPad在市场上的不足 iPad销售的设备主要以桌上型 及大型的工业型的UV数位直噴机 这些应用通常集中在广告行业 如果我们搭配上日本的这些小型的机器 例如包含了Lorraine的BT12 B&N20这些系列的数位印刷机 这样的数位印刷机刚好可以弥补上 在浮支 浮霜或是支品上面的一些不足 那我们也跟爱卜生合作 爱卜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这种 数位印刷的喷墨印表机 我们透过这样的喷墨印表机 加上了乐生化的这种转印 能够让我们的更多产品 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数位印刷技术 得到更多丰富颜色色彩的表现 感谢观看